军方正在运送一批神秘的货物 可途中因为路面颠簸从车上掉了下来 而驾驶室的司机却丝毫没有察觉 其中一个罐子还滚进了臭水沟里 不知过了几天 几个小孩在捉迷藏的时候 无意中在下水道的出口发现了这个罐子 他们想都没想就打开了上面的阀门 谁知里面竟然装着一具尸体 几人被吓得落荒而逃 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为首的牙套男准备和同伴再次回去一探究竟 为了防止小帅碍事 还将他关在了一旁的墓室里 与此同时 一伙盗墓贼来到了墓底 他们闯进墓室 准备从里面捞点值钱的东西 小帅看到盗墓贼 果断趁机开溜 而在下水道这边 牙套男敲碎启动装置的玻璃盖 按下了上面的按钮 随着红色警报器的亮起 一股绿色气体从里面喷涌而出 这股味道有点上头 两人被枪的立马开溜 殊不知这种气体带有致命病毒 通过下水管道 气体飘向旁边的墓点 而此时又刚好下起了大雨 雨水混合着有毒气体渗入了地下 里面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 此时早已回到家的小帅看向窗外 刚好看见两个小伙伴狼狈的身影 于是小帅来到牙套男的家里 发现他躺在床上好像生病了 显然牙套男因为吸入有毒的气体 已经感染了可怕的病毒 为了确认是不是白天的罐子出了问题 小帅独自一人全副武装地回到了下水道 只见罐子已经被打开 而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知去向 这时小帅注意到了罐子上的电话号码 猜想这个号码一定可以联系到罐子的主人 于是就记在了本子上 可他刚准备离开 就发现了可怕的东西 那恐怖的样子吓得小帅急忙开溜 好在丧尸的移动速度缓慢 他躲在出口一把将丧尸推了下去 随后一路狂奔慌忙地离开了现场 可来到墓地的时候却已经体力不支 他刚停下准备缓口气 又发现地上好像有东西要破土而出 接着一只大手缓缓伸出 小帅健壮只能继续逃跑 而更多的尸体也开始复活 此时还在墓室里的两名盗墓贼并不知道 他们马上就要大火临头了 只见气体飘进墓室 棺材里的尸体爬了出来 阿伟健壮立刻提醒强哥 强哥一转身 吓得嘴巴里的苹果差点噎死自己 两人盗墓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状况 阿伟上去就是一铁棍 但对丧尸却毫无作用 这玩意怎么死不了啊 两人意识到不妙 于是慌忙逃离了这里 可刚来到门口 却发现外面的丧尸更加的多 懵逼的两人当场懵逼 突然一只丧尸抓住了强哥的脚踝 好在被阿伟一脚救下 他们只能继续往外面跑 没想到四面八方都是丧尸 在逃跑的途中 两人刚好遇见准备进去找他们的阿珍 看到男友阿伟 阿珍立马质问 你们是不是在里面干什么丧尽天良的事 而强哥也认为是自己的罪我 跪在地上就开始自我救赎 可眼下丧尸的数量太多 他们也只能先离开这里 另一边的小帅刚回到家里 就把看见丧尸的事情告诉了姐姐和姐夫大壮 可无论他怎么说 两人就是不相信 为了防止弟弟继续搞事 小美还把他关进了屋里 但小帅并没有坐以待毙 为了拨打罐子上的电话 他烧起浓烟触发了火警系统 在小美打开门的一瞬间趁机溜出 然后跑进隔壁房间 用里面的电话拨打了罐子上的号码 没想到电话果然打通了 接电话的是一名军方的上校 可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 外面的通信箱就被逃命的盗墓贼撞唤了 三人下车查看 却发现街道上布满了丧尸 在逃跑的途中 他们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小帅的家里 看见陌生人闯进来 大壮叫他们立刻出去 三人急忙解释 外面到处都是丧尸 而小帅也说必须马上报警 可小美却还是不相信 几人正在争执中 强哥的包里突然动了起来 原来是他们顺走的脑袋也发生了变异 众人被吓得惊慌失色 而小美和大壮也终于相信了他们的话 这时强哥的手指不慎被丧尸咬了一口 吃痛的他立马扔了出去 大壮见壮从腰间取出螺丝刀 上去就是哭斥一响 可这颗丧尸头不仅没事 嘴巴里反而不停地骂骂咧咧 大壮只好将他扔出屋外 而小帅准备去打电话的时候 却被门外的丧尸抓住了脑袋 好在关键时刻大壮和小美及时赶到 割断小帅的头发才将他救了下来 眼看丧尸即将破门 两人急忙用柜子把门堵住 可诗群迟早会冲进来 眼下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因为车子在刚刚被撞坏了 他们只能去隔壁的医生家里搞车子 大壮掩护他们先走一步 自己则留下来查看情况 没想到下一秒丧尸就冲了进来 正要离开时又与另外一只丧尸迎面相撞 丧尸将他扑倒在地 刚好按到了掉落的遥控器 电视随即被打开 扭打在一起的艺人意识被健身的女人所吸引 看来即使变成了丧尸 但本性却依然没有变 其他丧尸纷纷被吸引 反应过来的大壮这才想到逃跑 而正在逃走的几人也被丧尸盯上 聪明的丧尸竟然会控制脚步声 好在追上来的大壮救下了小美 把丧尸定在墙上 两人趁机跟上队伍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医生的家里 可经过一番解释 医生却并不相信有什么丧尸 看着他不慌不忙的样子 情急之下的大壮只能稍微粗暴一点 几人来到车库 看到外面的丧尸 医生也终于相信了 眼看尸群已经破门而入 大壮一脚由门冲出了车库 外面的街道已经被丧尸占领 在尸群中 小帅看到了牙套男的身影 显然吸入气体也会发生变异 而强哥和阿伟因为吸入气体 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样 强哥刚打开窗户准备透透气 却不料车顶出现一只丧尸一把 就抓住了他 强哥赶紧关上窗户 大壮一脚刹车将丧尸甩了下去 可丧尸的手却留在了强哥的脖子上 众人都被吓坏了 唯独医生一脸淡定 直到那只手给他来了个猴子透透 小美见状一把扯下 接着丢出了车外 而被抛弃的手也很懂礼貌 对他们的做法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时强哥和阿伟的情况越发的严重 没办法 他们只能先将两人送到医院 可来到医院却发现空无一人 不过好在队伍里有一名现成的医生 他穿上工作服就开始检查 而大壮则带着姐弟俩来到外面求救 但让他们没想到 警察局里也空无一人 突然车上的小美看到了一群丧尸 他果断大声提醒两人 可没想到却引来了丧尸 三人立刻上车 在丧尸到达之前离开了这里 但他们并没有回到医院 而是来到了爷爷的家里 走进屋里 却并没有看见爷爷的身影 看来他已经凶多吉少 好在屋里的枪还在 三人各拿一把武器后 便再次回到了医院里 大壮本想叫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可医生却说两人的情况很严重 不仅瞳孔没有任何反应 就连身上也出现了尸斑 严格来说他们已经死了 但看样子又没有完全死透 显然两人正在发生变异 然而就在他们商量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却不知道小帅独自一人 悄悄来到了广播室 他对着麦克风大声说话 成功引起了一只丧尸的注意 眼看丧尸打碎玻璃 小帅果断掏枪射击 接着趁机跑向电梯口 而丧尸并不打算放过他 关键时刻 听到枪声的大壮和小美感到 小美一喷子把丧尸一分为二 却不料这丧尸依然生龙活活 上半身还抓住了一旁的小帅 直到小帅打开蒸汽阀 这才阻止了丧尸的进攻 三人也趁机进入电梯 而此时病房内的强哥 得知医生打算抛弃他们 哭斥一下便敲晕了他 等到剩下的人追上来 三人已经开着车子逃之夭夭 在逃跑的途中 他们遇见了几名士兵 但士兵害怕被病毒传染 所以并不打算帮助他们 两人在拉扯中 却丝毫没注意身后的强哥已经变异 士兵当场被咬 其他士兵果断开枪射击 然而子弹根本就毫无作用 剩下的士兵只能选择逃跑 而阿珍也带着阿伟离开了这里 可在途中的时候 阿伟也发生了变异 阿珍就这样领了河饭 与此同时 大壮几人驾驶着救护车离开了医院 在途中他们撞飞一只丧尸 无意当中发现了丧尸的弱力 原来电机可以将他们解决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小镇时 却发现整个小镇都已经被军方封锁 几人以为终于得救了 但军方禁止任何人踏出这里 甚至开枪将他们逼退 无奈之下 一行人只好来到屠宰场 因为知道了丧尸的弱点 他们打算用猪脑吸引丧尸 可在门口等待的小帅 却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他以为是幸存者 于是就跟着声音追了过来 没想到竟然是一群开车的丧尸 好在他反应迅速急事折返了回去 一切准备就绪的几人开车来到街上 把猪脑抛向路面 尸群被成功吸引 剩下三人则在外面布置陷阱 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利 却不料牙套小丧尸翻过栅栏 把所有丧尸都放了进来 眼看狮群蜂拥而至 三人只能被迫钻进货车里 可由于太着急 对讲机却遗落在了外面 而控制室的医生 还在等待拉电闸的命令 看着车厢里的小窗口 大壮心生一计 叫小帅爬去驾驶室 在大壮的现场教学下 小帅成功启动货车 一脚油门便冲进了控制室 他一路狂奔来到控制台 果断拉下了电闸 随着强大的电流通向提前布置的陷阱 所有丧尸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 却不料牙套丧尸并未受到电击 他一把扑倒小帅 好在关键时刻医生及时赶到 趁对方分散注意 小帅一脚将他踹开 利用身后的高压垫解决了牙套丧尸 经过长时间的电击治疗 外面的尸群也纷纷倒下 而军方的队伍也在此刻担到 他们开始处理地上的尸体 幸存的几人潇洒离开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